哈喽我的观众小可爱们你们好呀我是三金 今天继续前两期的内容给小可爱们带来剑锋传奇的故事 主要是格斯收到关于霸王之卵的预言警告以及整个悲剧开端的部分 在一场攻城战中英之团顺利的突破了外围防御 可是500人的军团却因为守在城堡内的一名战士而寸步难行 先锋队派进去的战士也都有去无回 身为队长的格斯不顾劝阻非要进去挑战 这名战士号称不死佐德是传说中活了300多年的战神版的存在 佐德比格斯还要强壮数倍 被格斯刺中肩膀后进化成了更为强大的版本 这已经远远超越了人类更像是魔物一般 格斯无法招架败下阵来 危机时刻格里菲斯前来搭救格斯 可即便二人合力也毫无胜算 就在佐德准备解决掉运倒的格里菲斯时 拼见了他胸前的霸王之卵 于是他马上停止攻击 转而告诉格斯 如果你是对格里菲斯十分重要的人 就要小心了 因为当他的野心破灭的时候 你的死期就到了 是逃不掉的 而后佐德便挥着翅膀飞走了 那时的格斯并不懂这番话的生意 而是为连累了格里菲斯受伤这件事 而深深的自责 面对卡斯加对自己鲁莽行为的痛斥 他没有辩解 格斯排解苦梦的方法就是不停的挥剑 倒是格里菲斯丝毫没有责备他的意思 他主动找格斯聊天 佐德的出现让他愈相信 世上是真的有神魔存在的 这次他们能脱险 也多亏了霸王之卵的存在 这聊天时 国王带着尤里斯伯爵经过 尤里斯是白龙骑士团的团长 也是这个国家的第二继承人 白龙骑士团与英之团的地位 就相当于国家御勇正规军和民间杂牌军 关键是这个杂牌军战功赫赫 尤里斯因被格里菲斯强劲风头 对他很势不爽 格里菲斯并没有在意 他更关心的是站在不远处的一个 举止谨慎 容貌倾城的女孩 她正是本国的夏洛特公主 谁也不曾想过 两个人的对视 就此埋下了祸根 而后英之团因战功显赫 顾现突出 深受百姓拥护和国王赏识 国王甚至将向来由白龙骑士团 负责的狩猎护卫的工作 移交给了英之团 尤里斯当然气不过 在小人的交缩下 决定趁此机会除掉格里菲斯 狩猎当日 格里菲斯与公主聊得十分投缘 突然一头野猪冲出草丛 公主的马受尽失控 格里菲斯一路紧追 总算救下了公主 却不想在这儿遭到暗算 一只涂满了剧毒的剑 刺穿了铠甲 直奔胸口 不过格里菲斯非但没死 还毫发未伤 是霸王之鸾挡住了毒箭 再次救了他一命 只要是格里菲斯要是死了 谁来虐杆子呀 格斯带人搜索 但并没有找到杀手 不过格里菲斯 已经大概猜到是谁了 另一边 尤里斯因手下办事不力 而大发雷霆 却不想这一幕 已经被格里菲斯 买通的侍女看到了 不论出于什么目的 格里菲斯必须要采取行动了 他让格斯去行刺尤里斯 暗杀与打仗不同 必须要隐蔽 不能被任何人看到 格斯潜入尤里斯的家后 看到他正用近乎疯狂的方式 在叫儿子建树 甚至不惜对儿子大打出手 尤里斯回到房间后 格斯正式开始行动 并且身体力行的向我们证明 千万不要把一个战士当刺客用 他粗暴的杀死尤里斯后 正巧被尤里斯的儿子撞见 格斯只觉得人影闪过 便刺了上去之后才发现 原来是刚刚那个孩子 他十分不忍地想拉住孩子的手 这时增援的士兵赶到 来无运去无踪 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格斯干脆杀出一条血路 顺着下水道逃了回去 公主的宴会上 格里菲斯与公主 不约而同地来到外面 他向公主描绘着自己 伟大的梦想蓝图 格斯想上前报告行动结果 却被卡斯加拦住 卡斯加为他包扎了伤口 说不要给格里菲斯丢人 也正是因为被卡斯加拦住 他们才能听到 格里菲斯的那番话 格里菲斯始终认为 部下是为了完成他的梦想 而将性命交付于他的伙伴 并不能称之为朋友 真正的朋友 不会依附于他人的梦想 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 去生活的与他对等的人 才能称之为朋友 格斯性情复杂地听着这些话 那个曾经不顾性命拯救自己的男人 再次变得陌生了起来 这时 下人传来消息 说尤里斯公爵和他的儿子被刺杀了 这下格里菲斯便知道 有缓已除 一个是用随时放弃生命的勇气 去生活的战士 一个是用牺牲和生命 对其梦想的野心家 或许命运的分叉 从这一刻就已经注定了 以上的内容对应了 九七版动画 六至十集的内容 其中佐德的预言暗示了鹰之团 之后为献祭的悲惨命运 格里菲斯与公主的邂逅 为悲剧的酿成点燃了导火索 而格斯无意间听到的 格里菲斯对于梦想和朋友的诉说 促成了他日后 出走鹰之团 离开格里菲斯的事 部分打仗的情节 三年省略了美奖 因为鹰之团不管怎样打都是赢啊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三斤的话 不如点个关注再走吧 爱你们哦